第一個對主我們每天講到 是你討論課的那個證明 所以對主跟這個就不用轉過了 你自己我沒有寫上 因為就是你討論課的 你那張責任前線也無所謂 都可以 我只是在高順天說 在航空科的時候 我沒有叫你們去把 Case寫出來 直角的時候跟對角的時候 所以他要把你直角的時候 你要你只要檢驗就好 跟那天的政權定義一樣 你只要檢驗 96 的時候很不合理 所以我們只是在求cosA的余選方式 所以因為你這時候腳A 90 度 cos90 度是不是0 對不對 你只要檢驗你的右邊 2dc分之0 平方加起來要檢驗 平方是當然是0 因為你90 度 b 是第五 作解十分子 b 是第五 作寫得很簡潔 因為位置很小 其實因為b 是第五 所以它是0 所以左邊是0 右邊是0 那兩邊不就合起來 兩邊就合起來了 這樣就叫做 special case 的時候用面算的 那重點是右邊的對角 對角的時候 你防罩你在天的做法 你什麼都是做高 可是你對角的時候 你高是不是也是這樣做 對不對 那為什麼對角一定要特別顯 因為你知道 你這時候的x在一個角 可是你要求的cos 應該是這個cosc cosc角是b1分之x 跟你這邊一樣 你的cosa是不是b1分之x 對不對 那我這邊只是我的sida 我是a 所以我是先求b1分之x 可是你光看一個sida 一個拍景sida 你就知道 你那份cosa的拍景sida 就跟你要求的cosc 只差了一個 只差了一個 是相等嗎? sine的話是相等 cos是相等嗎? cos這裡相等嗎? 不是 cosc跟cos拍景sida 差了一個負號 對不對? cosc跟cos cosa是cosi-c cosi-c跟它差負號 所以可是上面的狀況 你一樣要求出x 當時上面要求出x的話 你跟左邊還是有點不同 因為你是用大的指角 三條形 跟這個小指角三條形 它是s加c 之前那個是s-c c-x 所以我們這裡的x 也會差一個負號 你又差一個負號 兩個負號 合併起來 那負號就不見了 回家有寫這個的句子 不錯 只要有寫 是不是就寫得出來 說這樣10分 那個90度的5分 對角的5分 如果是1分開心 就5分5分 就回家10分 好嗎? 這樣叫余權定理 余權定理比較麻煩的是 我們今天一整天 就是不要跟余權 沒有 我跟余權講 我們就接著不要跟正選奮戰 正選一選合起來奮戰 那一天老師講到說 麻煩你 麻煩你 特別觀察到 第五課本的這個證法 它其實感覺上 他也畫了三個三型 可是它證法只有一個 像你看老師剛剛 睿角的寫一個 我跟睿角的討論課寫完 睿角的要另外一寫 我還對你來旁邊寫一篇 可是他的課本的證明 他用的做不要化 有這個重點 麻煩你要寫出來 坐標化 他用的坐標化 其實那個過程就只有一個 對不對 把他坐標寫完了 他們就用兩點的距離 就馬上就證出來 那坦白講 我覺得他這證明 看出面還滿多計算的 我們用那個C分證 B分證X 我覺得滿簡潔的 我覺得滿簡潔的 只是他三整合而為一 好啦 那余璇定理 他有一個麻煩的地方 就在那個公式 我們上來來看那個公式 有一點小小的複雜 我們剛剛證出來 是證到cosA 我們是證到cosA 是等於2bc分之 b平方加c平方 減掉a平方 對不對 所以是在告訴你說 我們從這個部分 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看得出來 我的這一個公式 沒有那麼好記 沒有那麼好記 cosA 它是2bc分之b平 加c平減a平 如果你是A 你對照過來的 A角類的對邊是a平方 所以你就記得上面 那個都是b 是定 你如果cosA 你對的這個就是a平 減掉a平方 下面的就是寫在這兩個bc 乘以兩倍 而且你還三個角 你有cosA cosA cosA cosC 所以我們要舉反三 你知道你倍一個 其他兩個格式都一樣 那偏偏他在用的時候 你看我們剛剛的證明 是證出這一個 可是如果是課本的證明的時候 他在證這個做標號的時候 他證的式子他是bc bc是a平方 他這個是a平方 等於B標加c-2bc cosA 跟你們寫法的有點不同 其實這告訴你 如果課本的式子 他證的是這個a平的 bc加c-2bc cosA 所以你還要證這兩個公式 要同時熟悉 你稍微看 他其實是同一個公式 他其實只是把cosA 這邊都移過到另外一邊而已 對不對 他cosA移到左邊 然後那個移過去 可是你在考試你要熟悉啊 所以老師今天一定要把這一節上完 你們六日就是要寫題目 熟悉是靠透過你寫題目 你寫題目寫一寫你就省了 下禮拜一 禮拜二老師還有三節課 我就會幫你們檢討 你們不會 你先回去寫了 不會 老師來檢討才有感覺 可是媒體都老師講 所以就是六日你要把 我們已經寫到1-2都完成了 所以這個禮拜就是要寫1-3把它寫完 好嗎 其實有點多 然後我要先帶著很讓你們熟悉 那個魚旋定理回到上下一頁 下一頁你就看到 我有把魚旋定理重複一遍嗎 沒有 我們把魚旋定理稱為廣義的避失定理 那為什麼稱為廣義的避失定理 它是剛好魚旋定理會幫助你判別 那個腳如果90度是用避失定理 那個腳根本不是90度 如果不是90度 就是一個大於90 一個小於90 那就是一個頓腳32型 一個瑞腳32型 這個判別你活動就會了 對不對 你活動是不是判別過說 如果你的第三邊 如果你的第三邊 A品比B品加起來 你來得到的話 你那個腳A就是頓腳 那活動怎麼去證明出 為什麼那個腳A或是頓腳三角形 為什麼就會第三邊 比另外兩邊來得到 活動怎麼證明 活動沒有證明 老師就說了你就相信了 是嗎 活動怎麼證明 很努力在那邊起來 我可以問我那個漂亮的小老師嗎 我可以問我那個漂亮的小老師嗎 那個小老師都超美的 請問澳面的班嗎 我說是怎麼證明 還是老師沒有證明 我覺得一定有證嘛 所以老師要用之前一定有證嘛 除非補習班 補習班因為課不夠 所以他們都直接教你們什麼 補習班直接幫助你們考試考好 我覺得好 我們想不起來 那言婷呢 這樣小老師又可惜 很可憐 對 我這樣上課Q 我下一次就這一次了 我只想說小老師成績比較好 吳中老師怎麼證 沒有證 他說要國中老師沒有證 我不可以隨便霧面老師 好 你不要到大學的時候 你國中老師是誰 好 來 大家說得都比較喜歡我們的英姿 好 來 那我看到我們那個女子都很快 可以到大學的時候也去學 他真的都是相互想的 我只想要再到大學的時候 我看自己的小老師 然後我看他真的十年年事 只要再到大學的時候 你會大學的時候 你會這樣 對 至少 來 來 其實真的是這樣 最簡單的想法 不過就是這樣 想法就是這樣 你看如果是直角 我們是先生遺失地理 如果是直角的時候 對 如果是直角的時候遺失地理 不就黃色這一邊 是不是就等於你的冰棒 跟你原子比的平方合 對不對 所以當你如果頓角 他就說你頓角 就是你角度張開嘛 比90度大嘛 比你90度大 你看你黃色的這一邊 第三邊是不是就要變長 你變長你當然C平方 就等於A大於A平方加密度 如果是應該就是簡單 就是這樣說 也是很直覺 很直觀 對吧 有吧 這樣會一直印象起來 老師其實是有證的 你要用這個定理一定要講 所以我們就回到 來 回到 那如果我們先到我們這回過 一的BCD是因為你看 如果你的cos90度 你的a大於90度 我們回來看我們的余選定理 如果你的a比90度還大 都繼續在這裡 比大於90 第二項線型 cosA就是 cosA就是 負的 cosA是負的 這裡就負 負負就得 這 這時候你的a比是b比加7比 再加上一個正數 所以你的a比是不是很大 就會有請會出來 所以為什麼老師後面寫上這段 我後面的寫上說 如果你的腳A大於90度 到腳A大於90度 你的cosA負 él負 你的a比是等 v比加7比 再加上一個正數 然後a比當時就比較小 反之 如果你的a是對腳 你的cosA是正的 你的a比是等 b比加7比 你減掉一個數 減掉這個2bc cosA 對不對 所以它就會自動超微小 只是我們知道你三角形 如果你只有角A是銳角 不代表的是銳角三角形 你要再減一另外兩個 這樣懂 所以讓外面講到這裡了 不用repeat了一遍了 我們看下一道立體 下一道立體 好吧 但是問的問題都太難了是不是 因為其實每個老師都說 讓你一般很有反應 一定是問題太難了 太冷笑到你 我要常常問那種 比較你們容易想出來 是嗎 可是數學就是這樣 數學就是 老師要問的一定都是覺得 你們會有confused的時候 可是努力想 導演你們努力去想想看 你以前怎麼能接來第幾三 你吃兩邊一夾角 S.A.S. 最近都在講這個對不對 往前翻 正前面短的時候 我們解決了什麼 三角形 政權定理 我們解決什麼 往前翻 正權定理 後面我們解決什麼 解決什麼 條件的三角形 解決什麼 我這邊有標題啊 A.S.A.A.S.A. A.S.A.跟A.A.S.對不對 政權定理的是我們是不是說 一個三角形 一個三角形 A.B.C. 如果我這兩個角是一致的 其實這兩個角 因為如果可能應該是 應該是要A.S.A. 可是如果你角在這裡 你這個角就知道了 所以如果我們知道 兩邊一夾角 我們就可以用 用什麼 正權 因為當你知道兩個角 就代表你第三個角也知道 你上個角都知道 上個角都知道 你之後會看到 雖然他只給我一個邊 我就會有邊跟對角 這一組是不是就對應了 我會怪異階緣的直徑 是不是就出來了 所以另外一組有角了 我另外一組對面就知道 有角了我另外一組對面就知道 可是今天你看我們那一組 只講的這個A.S.A.A.S.這一組 我沒有講其他的全等 全等還有S.S. 還有現在要講的S.A.S. 因為另外一組來寫 為什麼沒有講 光正選這個工具是不夠的 我還需要余懸 所以你看來這一道題目 它告訴你說 你一個角A是120度 有一個角A是120度 這個角A120 那我告訴你 A1長度等於3 A.C.長度等於5 這個標準的給你S.A.S. 對不對 那麼你解體又有感覺 他在給什麼條件 那說按照國中經驗 我既然給你S.A.S.的話 這個三小型就是唯一寫決定 所以這個三小型已經決定了 它就任何的角 任何的邊 面積 什麼長度 通通可以算 就是這個概念 只是我們現在要怎麼算 你就開始想 你用暫選 因為暫選5的公式比較容易計 余懸剛剛老師 他秀夫人都是很難記 現在還沒有記起來很正常 我多吃個節課 我多講了三遍 你就會慢慢跟他有感情 還是沒有記起來 回家每一次寫 你就翻一下老師的余懸電子 你翻個5遍 你還沒有記起來 你就會罵自己白痴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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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是聽了三遍 你回家寫個5題 還沒有記起來 你是會罵自己 他怎麼這麼笨 我還翻個5遍 我們一邊在翻學 一邊在記 就是一邊在套用 所以 你跟我說 我是我們 我喜歡考那個三角公式 我也覺得很奇怪 考好像就覺得在背他 把他當公式就會這樣 我會覺得記憶很容易 十倍很容易很容易忘記 常常用就不會忘了 來 你先看正學為什麼不如用 我有腳 我這個沒有對邊 我這個有邊邊有對腳 我這邊有對腳 沒有滿一組的邊跟腳 你馬上看就沒有辦法用正學 就是這樣判斷 那你想東西做的事情 要先用簡單的做 你就發現正學不行 那你的第二個工具才是語學 語學講的是什麼 三邊跟一個腳 三邊跟一個腳 你看那個公式 是不是A等於B等加氣體 減2BCcosA 三個邊長跟一個腳 那你就發現我少了這個邊 可是我有一個腳 那不就只有一個位置數嗎 那個腳以置法 我們就可以用語學來 第一次因為他正在求這個邊 所以我就用A平等於B平加C平 是不是就變成5的平方加3的平方 要記得好嗎 裡面就像 像跟B字定理很像 只是後面要減掉什麼 減掉前面這兩個的2B 2乘以5乘以3 你就先想跟B字定理很像 就是這一邊的平方 本來如果90度的話 他的對角如果90度 就是這兩邊加起來 可是當他不是90度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減掉兩倍的 他的這個角度的旁邊 就是前面這兩個相乘 再乘上這個不是90度的角 不是90度的角就120度嘛 對不對 OK 這個我會覺得公式比較熟悉了 因為你很熟悉意識定理 你只是當他不是90度 你要減掉兩倍的這兩個相乘 乘他那個角度 那記得那個角度就是你本來想的是90度 現在不是90度那個角度 所以那個角度是那個A的對邊對角 這樣可以了 那你看這個公式就馬上就套出來了 25加9 減掉30 cos120度多少 考上120度多少 負的 負60度 這個負2分之1 因為我都已經1次1這個考完 我就設想你前面那個要很熟 好啦 所以負2分之1 其實我剛剛應該2跟253這裡要乘起來 因為就可以直接約 所以這裡是15 所以答案是 加15 49 所以那個A就等於7 這樣對於權定理利用 有沒有 稍微有一點感覺 而且就那個歷史定理的一般化 好啊 這一道題目 這一道題目 好 是因為我現在在講於權定理 可是坦白講 我覺得這道題目是國中問題 胡同老師 你有沒有出過這個問題 我再把那個圖形再換過來一遍 給你這個角度120度 這一邊3 這一邊5 叫你求第3邊 郭中文這個問題 連體說有的 郭中文這個問題 有嘛 你覺得我實際上不用於權定理啊 郭中文考這題怎麼做 對 就是 所以我每次在講新的 你不然因為學了新的 又忘記了我的地 我可以看一下郭中文做法有辦法 有不好算嗎 重點就在120度嘛 你根本就可以換垂直 你就發現 你在這個娛樂圈裡的過程很像 對不對 你做的這個高 這個60度 對不對 剛剛是因為老師講的 我要讓你熟悉一點地理 這方面我就會提一下 這不可以中毒太深 說我學了新的 有了習慣就忘了舊阿姨這樣 來 5 60度 30度 1比2 那這一段不就2分之5 這一段不就2分之5倍的根號3 對不對 而且往下就會發現 那這長段不就2分之11 對不對 所以我就再一次B一次地理 就求出那一段了 再一次B一次地理 這2分之11 2分之5根號3 這個多少 這個多少 你好怪喔 就在那邊努力 那是A平加B平的 不是C平的 我是答案在考慮 可是我其實要停在這裡 我常常看到你們 就A平加B平 C平多少 不要拿那個2分之11 2分之5根號3去操作 看著他們兩個都有2分之多少 你那2分之1就馬上不要平方了 就只要11的平方 加5根號3的平方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5根號3的平方多少 5根號3的平方是75 11的平方是121 121加上75是196 196是多少的平方 14的平方 所以答案就是14除以2 我們先算出來 真的啊 我們是不是先算出來的 上一課 你也把是計算也要跟 然後就會全部都會計算 每天都計算 而且我在心算的時候 你要跟 你看我怎麼計算 老師問過我沒有學什麼公文數學 沒有寫心算 那些小時候我學心算的同學說 老師大概就是這一 我們就用刀的時候再學就好 你馬上就知道你怎麼做他了 好來 原來SAS 其實可以用於選定 坦白講你國中做法沒有比你現在做法 來個慢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第2型 你看我們就缺SAS跟SS 假如說我們換第二型 SAS S 來 這道題目 我要多多題目 我講 這道題目 我跟你說 現在有點沒有計算器 所以數學老師出題都怕 我不要考臉的計算力 我不想把臉當計算機 所以你看這道題目 你都覺得 寫完 一邊3 一邊5 第三邊跑出來也是7 你不覺得這三角形的三邊好漂亮 沒有 我們真的有一道問題 真的就在研究這種整數邊的三角形 這道題目又加大 他那個角度是120度 所以 你們說我講了一遍 你如果有欣賞到 你真的很美 357 等差的這一組三角形 他那個角度 那個對角的還是對角 假角120度 你如果欣賞到他 你就會對他印象深刻 那個漂亮的碎碎的男生走過去 一眼就吸引到你注意 你下次看到他你一定會親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一定是他 你只要瞄一眼你就印象深刻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下一次 然後那個數值啊 什麼120度啊 一邊5 一邊7 你持續說 好 是一邊3 我親了一個碎碎 對不對 我寶貝的一個把20度 一個5 一個7 那另外一邊我就知道是誰 我沒有特意叫你記 我就說你用欣賞的眼光去看他 你會被他印象深刻 你就會發現他常常在你的考卷上出現 你會找到這麼漂亮的數值 實在 實在不多啊 這樣懂我意思吧 懂我意思 好嗎 再來第二組 第二組 他說如果有給你一個三角形 哇 馬上又出現 就是你說這樣 漂亮的數值不多嘛 A B C 看起來 這個就是 A 邊 這個是 B 邊 C 邊 A 邊長度 3 B 邊長度 5 C 邊長度 7 他叫我求什麼 求 C 喔 他叫我求 C 他叫我求 C 好嗎 這個一看就像我圖形後的不標準 我可是在講講 我剛剛看媽媽很帥 飄了我一眼就會記一下深刻 有一個角度 5 3 5 7 有一個角度是幾度 10 2 10 2 是誰 哪一個角度 是角 C 嗎 是角 C 嗎 有一個角度 因為他最長的那個點 好嗎 我們沒有辦法就寫 馬上寫 因為他長得太漂亮了 我就對他印象深度 我已經到120度了 好 來 八百一 八百一 好嗎 不可能每天都在過你 不可能 你不用以為每一個人 幾乎你讓你心中的那個人 深度一定是很帥 而且帥我們就視覺享受就好了 不一定要拿起來用 我講的時候不是要追求他 是要知道嗎 真的太帥了男生都有一股傲氣 結果他就覺得他很帥 他覺得他隨便追女生都會追不到 我覺得是這樣的 就隨便他最後什麼追都追得到 即使你很漂亮他也沒有那麼真 他也沒有那麼珍惜 他覺得我要再追到比你漂亮的還可以 我覺得嘛 我沒有說一般是這樣 就是說我覺得那個比例 有這種心態的比例很高 所以我被給男生講 我被給男生講 並不一定要這種漂亮的女生 所以我們觀眾美女 我觀眾美女記得你很美的時候 你就要更謙虛 你不要覺得那個女生的容貌 我們很快 我們不想要一直花錢去做衣美 所以容貌會消失 所以你就知道你在用內涵去吸引別人 來 所以方法二 我說沒有我們一天 你這怎麼漂亮 你總會消失嘛 不對 對不對 我說我們年輕也很美啊 好啦 結果為什麼他說永遠的十八歲 你那麼像水平我做這個動作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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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換 我這樣不是在說你很可愛 往下啊 所以 如果我不是這個特殊的角度 一百二十度 那我怎麼求 你看三邊一支 你也沒有辦法用正權 因為你沒有一組的惡啊知道 沒有一組的惡啊知道 可不可以先幾位沒有辦法用正權 可是余群講的是三邊長跟角度 所以我標準的就是用余群 對不對 那我是要求那個C嘛 求那個C 我們就用那個Cosai C出發的功夫 我故意要兩個都讓你熟悉 老師故意要兩個都讓你熟悉 其實這個比較好氣 淺恆的這個比較好氣 跟B4D很像是差後面 可是我都用幾遍來 Cosai C我寫一遍 Cosai C我這個是C 另外一個就他就是那個C就是對邊 C就是對邊 所以你先寫分子好了 C就是那個對邊 所以分子就是那個B是定理 他是對邊 所以B是定理 是A平加B平減C平 先揹這個 分母呢 就是前面那兩個正的那兩個邊的 2AB 這樣會覺得記起來 又快記起來了 又快記起來了 對不對 所以等於2AB A邊是誰 你這個是C AB一邊就夾在他臉側 2乘3乘5 上面就3的平方 加5的平方 減掉 C的平方就7的平方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會等於 這個寫什麼 5的平方 好吧 然後我一定會心算 9減49就剩40 那40加負25 25減40就負15 我們一定都這樣心算 不要每一個都去負15 下面就跟剛剛一樣 不要急著去把它展開 馬上就發現35、15就飛掉 這種就是老生很好心 那就會設計到你的數值是漂亮 因為沒有辦法用計算器 想你也知道那個角器就一定是特別角 特別角沒有幾組啊 就只有30度 45度、60度、5再加上補角 所以你不覺得答案沒有幾組嗎 考完考訓練的計算器真的很無聊 我覺得真的很無聊 所以學員都總是猜都猜得出來 我只會畫仔細一點 我就猜出答案子幾度了 我只會畫仔細一點 我就猜出答案子幾度了 有沒有道理 對不對 考試可不可以帶兩講器 大考可以 真的可以 好 到中去大考試可以 所以後面也等於說 兩種去帶進去 我這裡還沒不出來 真的是很無趣 真的是很無趣 當然我們欣賞到有趣的東西 魚選比較難貝 沒有像正選那麼好貝 可是他有一個好處 我們上前幾天在講 如果是Sign 跑出了值 第一項線 對角跟對角都是正的 你就還要量個狀況 任角的時候多少 任角的時候多少 魚選第一項線跟第二項線 一陣一復 所以不會有confuse的時候 對不對 所以像那個對角 他之後跑出 他是Flo2跟Z 我當然就只要120度 沒有用60度的可能 這樣結束 結束 所以所有的全等三角形 只有AAS ASA那個是用正選 另外這兩項都魚選 有沒有感覺 我沒有在你記 請你圖形畫出來 你就想著 我為什麼沒有 一定先想 為什麼我都沒有正選 因為我沒有任何一組 可以跑出2 那就只好怪怪的 因為我們比較複雜的魚選 這很快感覺了 對不對 好啊 所以我就說 雖然我是上很慢 可是我在每一個上盒的時候 我都會認真地告訴你 說你要怎麼解決他 後面的SS2 其實就是我們講過 你寫寫看 前面其實已經重複了 我觀念講的 講了很多其實重複了 我要講例子 還撐得住沒有睡著 好 腰趴下去 那時候會想說我把你催眠 再講一個魚選頁的應用 講完才有感覺 我們連講兩題 這個第一小題 我幫你把頭畫得很清楚 其實不要想像說 我們的學生的想要跑月跑 會幫你畫 我會覺得會幫你畫 通常是會大腦 幾乎都會想要幫你畫 他想降低一下難度 師傅一定每次都可以降低的程度 買一個三角形ABC 我們看一下 這一邊也很漂亮 對不對 我們會看到一個三邊都是整數的 這種真的很有限 你只要稍微 我們真的可以有人就做這樣的報道 就這樣的研究 有同學會特別想做 研究一些數學的問題 我們來做做論文 做做科長的 請來找我朋友的老師 你對我們研究像這樣 我就有人都能做 三邊是整數邊的三角形有哪些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看到一邊7 一邊8 一邊5 5的話 把它告訴你分3比2 這邊3 這邊2 所以你馬上看到 這三邊都知道 SSS不就剛當的嗎 剛當這個 那不就代表 這三個角 角A 角B 角C 我都知道 三個角我都知道 對不對 他要求什麼 他沒有要求角度 他要求A柱邊的這個長度 A柱邊 來他告訴你這個D柱點 來 E點 求這一邊的長度 假設AB叫AX 還要求什麼 他只求這一個 就想B 剛才想過你一次的想清楚 你剛剛已經知道了這個CosB了 不是嗎 那如果你知道CosB了 又知道這兩邊這個 那不就有CosB 把CosB求出來 就可以求出AX了 進去吧 是不是可以自己可以寫得出來 用CosB 因為CosB是大的三角形 這大CosB之後 是不是就可以來求AX 因為就變成小三個型 CosB 38 AX就出來了 就等同一這兩題的合併 對不對 這兩題的合併 大三角形是SSS 先求出這個A SS求出A 求出角B 再用SAS求出AX 就這樣 那我們在寫的時候 為了讓計算快一點 其實 我們其實是用大三點的求出CosB 待會小三角形 再用CosB求AX 我們為了寫速度快一點 我用了一個寫法 我稱為算兩次 也就是說 我利用CosB CosB我算兩次 那兩次就可以相等 去解AX會花一點 你不一定要把尺給求出來 什麼叫做CosB算兩次 就是我的寫法 這只是寫法上的算兩次 就是剛剛第一步 我是說我用大三角形 求出CosB 大三角形求CosB CosB 所以這個B式定理 分子是B式定理 是8的平方 加上5的平方 減掉B的對邊 7的平方 你不覺得你又會記起來 分母呢 分母呢 不是要問那個 問那個 都沒有補習的 都記起來 閉起來 分母呢 你沒有補充權嗎 對啊 因為我在補習的領域很熟 好啊 分母呢 你記起來分母是什麼 2乘以8乘以5 我比較放心 老師 希望二沒補習 你直接來解課完 有時候都要破壞了 所以CosB等於CosB 那CosB其實是我求出這個CosB的 那我再來我是不是要求Ax 我再用一遍這個CosB 所以有人就說 那我就在小三角形的CosB 換這個小三的CosB再一次 小三的形的CosB 因為CosB 8的平方加3的平方 減掉B式定理對邊S平方 分母就跟御子剛背負的一樣 就2乘以8乘以3 因為把這兩個式子寫 然後我們有時候輸入到 會寫著一個式子 其實是兩個式子 是一個這個一個這個兩個 然後我把它合印在一起寫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要不要計算快一點 看我28就給別掉 28就給別掉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三倍一過去 再先算一下這個 這個就沒那麼好算 64 不會64先減49 64減49是15 15加25是個40 所以我左邊是40 把這個三倍移過來 是3 64加9 64加9 64加9多少 73嗎 和64加9 73 沒錯 好嗎 73減S平方 所以又跑出S平方 等於73減掉 減嗎 120減73 我寫錯了 我還有一個5 對不起 我這邊寫錯了 這邊 因為這裡有5 這個成立多大 對不對 好 這個5要乘過去 要三乘過去 當然我就把5給大乘的約掉 大乘的約掉 所以我就求出S平方等於8324 73減24 73減24 多少 49 對 答案就在旁邊 我們早就知道 來 AX就等於7 S就等A不是 130 AX等於7不是剛剛那一題 所以欣賞到沒有 這怎麼那麼巧呢 好嗎 再欣賞到這個三角形 很美啊 你看 進來這裡 我又看到兩組整數邊的三角形 一個是378 一個是277 對不對 277那比較不特別 277那比較等級 還是有點惡 對 我們沒有這樣一記 欣賞 你寫完欣賞 你就會覺得有感覺 好 來 所謂這樣叫做 用的剛三題 其實有沒有 第一題第二題第三題 把兩題合在一起 把兩題合在一起 這樣 跟欣賢弟弟有沒有 有沒有比較認識了 我沒有辦法這麼快 說 讓你剛剛遇到電子好朋友 用比較認識的吧 可以 好 來 比較認識的之後 來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我們要講一個弟女 來 可能他沒有那麼重要 只是因為他長得又太美了 我就數學就不斷的欣賞 在規律之內 那每一題我都說 欣賞一下欣賞一下 沒有讓我感覺到 不是只有老師老王 拜光是拜一字花 只有我覺得美 沒有感覺到老師這個美 你沒有感受 可是你有個欣賞 有知道我在講美的感覺是什麼 他在講 一個平行四邊行 一個平位 寫在這裡 我現在在講什麼定理 我在講什麼定理 余懸定理 他怎麼跑出一個平行四邊行定理 那一定是這個平行四邊行定理 怎樣 對 跟余懸有關 好 可是你看他寫在題目裡面 我沒有把他寫在那個老師的重點裡面 的意思 那個等級就是不同的 那個在余懸定理 余懸定理的等級是很高的 這種定理是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知道 你不需要定理推一下就推得出嗎 他的重要性就沒有那麼高了 所以甚至有些東西 我就說 沒有 我不想寫寫 但是我不想你把他死背他 但是後來我發現學姐 都說我是背著起來 因為他長得太美了 有時候我看一眼 我就印象深刻 ABCD ABCD 對不對 他說 我講一遍你就寄起來了 他說 這一個只要一個平行四邊行 四邊的平方盒 把他的四周四個邊平方加起來 會等於他的兩條對角線的平方加起來 黃色的這兩個平方 會等於白色那四個平方 超美 對不對 原來認為一個平平式運行 四周的平方加起來 有於中間兩條加起來 國中老師有沒有偷講 沒有 有沒有國中老師偷講 有 那有 有國老師講比較多 我可能有時候也講 我會講到很國安 所以他實在是太美 可是沒有心 我們擠一邊就寄起來了 原來ABCD 有這樣的特色 其實是太有規定 如果說我要欣賞他 那重點就是要證明嘛 那你剛已經想到了 一定跟我們的 一定跟我們的 跟我們的 余玄地理有關 所以他寫下來寫什麼嗎 他說我們寫下來 我地理都還列寫下 ABC平方 加上B珠平方 黃色這兩個的平方 等於白色的四邊 我位置太擠了 我是只留這一小塊 位置太擠了 可是你知道平均四邊 寫的對方是一樣長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平方 哪這個平方 哪這個平方 所以我就沒有寫四個了 我寫兩個兩倍就好 有沒有聽懂 我寫兩個兩倍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兩倍的 兩倍的我們的AB平方 加上AB平方 你看他寫下來就這麼輕輕 他其實是四邊平方加減 所以他有在那個講一個式子寫那麼長 好 哀 那是想說我傻過 我用余玄地理 為什麼會想到余玄 你看他那個式子是平方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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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看到平方只想到什麼地理 壁式 現在看到平方 他多會想到一個余玄 對 所以你們這些寫C上面沒有感 所以看著他要叫我求AC平方 那老公一定就閃過 那就是余玄定理了 我就從AC平方出發 AC平方 我就看到 你要找3AC的三角形 那你看看到這個三角形ABC 對不對 這個三角形ABC 我為了讓寫四個 快一點 我就讓這個寫C檔 我寫C檔 所以AC平方 先被老公先閃這個B式定理 等於團隊另外那兩邊 A B 頻發 加上B C 頻發 減掉兩倍的A B A C A B B C 對不對 減掉前面這兩個 成口Sine C 成口Sine C 這兩個 結束 再下一個人 再下一個人 證明 就是看著他操作 所謂B D 你要想老師沒有優惠去給你們做 我怕你們這禮拜中太多了 B D 平方 就再一次三角形B D 那B D 我上去看這一個囉 橘色的這一個囉 對不對 B D 平方 所以我就看這個腳 好 看這個腳 我剛剛寫C打 是腳B 你本來這裡應該是腳C 可是你不可以用P C 平行 你說要用P C 平的性子嘛 這個腳B 跟腳C 什麼關係 部部 所以那個如果叫C打 那這個就叫A 怕一減C打 對不對 所以B 珠 平方 一樣是不是就等於B C 平方 C D 平方 加上B C 平方 減掉兩倍的C珠 乘上B C 乘上C cos I 減C打 題目說要把這兩個平方加起來 那我就加起來啊 你有沒有覺得看到了嗎 我們三行就認完了 看到了嗎 對 我聽到以前說消掉 A C 平方 加 B 珠 平方 你就會注意到什麼東西消掉 哪裡消掉 後面 對 因為Cos C打 跟Cos 開減C打 差 負號 這個東西根本就是負cos C打 它就負負得正 可是前面的東西沒有完全一樣 有個AB 個CD 看著讀就知道 AB 跟CD 對邊槍等 對不對 這兩個又一樣 這個用前面的差數 那整個就消掉 那你這個AB 跟CD又一樣 對不對 所謂我就證出來了 然後就等於兩倍的AB 平方 叫CD 平方 我上面寫的是寫那個A珠平方 CD 平方跟A珠平方一樣 對不對 如果我剛寫 如果我那一個就換過來而已 對不對 加上AD 平方 好 正完美 考試可不可以考上證明 好 正在證明 好 正在證明 我現在講知識 所以 所以 考試可不可以考得那麼簡單證明 你看很感恩 我這個輪數我一定會 就這麼容易 就這麼容易 那這個給你通常幫助我們做什麼呢 好 來 這個給你幫助我們借什麼題目 再開一道問題 好 假意上沒有 其實也就是下面第三題 第三個中間地理 我卻覺得不要不要中間地理 我們卻覺得不要去背它 我們就用那個剛剛很漂亮的那個357 那個三角形 就用這一個 角A 我先拿B 子讓你感覺到 它應用在哪裡 好 如果一個三角形這個120度 這一邊是7碼 這一邊3 這一邊5碼 對不對 好啦 現在的一個頓角三角形 已經都確定了 面積當然也確定 所以三角形確定 你要最常要求求什麼腳平分線 中線 我求中線 A 黃色這一條 黃色這一條 這個三角形的中線不會把腳給平分 如果它會把腳給平分 如果它是變6060 那你一定就是會啊 我就可以 這個 西珠 我寫錯了 我一息了 這個我是西珠 這個是我超久 這個是一息 超下來 這個是B 型 這是一息 好啦 謝謝一息 我真的每一邊寫 耳邊在寫 對 他不是盲操 好 每一刻有在想說 沒有 真的會怪的 我們上面這個是B 型 是第二個的B 型 對不對 OK 好啊 可以嗎 往下 來 看這個題目 一邊三一邊五一邊七 我這個三角形 因為太佳了 我會把他當地址 我要求 其實我根本不用 理論上 他根本不會給你 把多數度 那一個數度是因為他357 我已經跟他看漂亮了 我已經熟悉他了 一二三角形 我給你三邊357 這樣你求這一邊的中線長 我怎麼求 你寫過這種題目 國中 國中有這種題目 國中怎麼求中線長 其實真的有人有講到類似這樣 好不好 現在我們就告訴你 他有P 型 P 型 有那個P 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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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坦白講 沒有他你也可以做 因為你看著357 你不是只有知道這個120度 你每一個角度你都知道嗎 對不對 所以坦白講 像這種題目方法一 你是不是可以先求出A 就是先 就是剛剛的題目啊 這個題目是不是就剛剛的預題 就是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 因為你告訴我如果這個是中線 那這個不就二分之七 二分之七嗎 那你又是不是就第一小題的題目 第一小題目我們是用大三角形 求出這個V 再用小三角形 假設這個AX 一樣Cosib算兩次 是不是第一小題 所以為什麼我要把整體串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第一小題的做法 你用算兩次 其實就是用Cosib算兩次 Cosib等於Cosib結束 那我是為什麼要重複 因為這一集跟B小題有點不一樣 B小題是二跟三 B小題B是二跟三 我們的這一集是中線二分之七、二分之七 當B是二分之七、二分之七的時候 那個題目還在這裡 你看如果是這樣我們算兩次 可是他多的一個方法 就叫瓶寫四邊寫定理 因為想他哪個瓶寫四邊寫 又沒有瓶寫四邊寫 自己畫 對 自己製造瓶寫四邊寫作 把他擋住我了 只要再往下來 第一個 就用Cosib等於Cosib算兩次 算兩次 這樣認真寫出嗎 我跟你已經超晚了 就是第一小題 就是第一小題的做法 好來 所以自己畫 這是活動有效操作 他請你把這一個中線延伸兩倍 不要去背這個中線腸地理喔 你是那個 平時因為你地理太好氣了 你只要這樣遇到這種三角形的中線 我就是把中線腸延伸兩倍下來 延伸兩倍下來之後 就把這個點就叫做 這個點叫做豬臉好了 來 再來把B珠連起來 C珠連起來 就形成一個什麼習慣 大家畫什麼 可是都受不了習慣了 因為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勉強可以 因為你坐這一邊過來 剛這裡也沒有箱的 就形成了一個什麼習慣 P-3型 為什麼 對 對角線互相評分 一個四邊形對角線互相評分 是不是就平行四邊形 用國中級的 你發現這邊一直在用國中級的 你正選餘選沒有那麼強的 你就國中級也馬上躲進來 所以做這個部分 我們記得方法二就是做 做 做 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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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對角線的平方 有一條對角線就2分之7加2分之7加起來就是 就是7嘛 對不對 是不是7的平方 另外一條對角線是誰 除非也是你要求的嘛